我们先带你来聚焦的是巴黎赛事的有关一些话题跟新闻 这个是台湾的权后林玉婷 她即将在11号的凌晨3点半左右 要对决波兰的女拳击手赛雷梅塔 但没有想到这个赛前这个波兰的女选手 居然是在她的IG上头发出了一个现实动态 po出了一张这个讽刺意味非常十足的梗图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好这是根据赛雷梅塔的IG 有一张她在擂台的照片 然后根据这个梗图搭配的文字 可以看得出酸意满满 她上面就写说教练说要跟我讲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好关于坏消息教练对她说 你是最后一个争夺金牌的女人 好这句话讲的一副就是呢 跟她对打的人是不公平的 就是要讽刺林玉婷的性别争议 讽刺为十足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她的IG上的动态 就觉得非常的担心 林玉婷可能会再次遭受到无知的人 观众的性别歧视 好我们带你来直接看的是这张照片 这是从她的IG上头 揭露下来的就是 不然的女拳棘手 赛雷梅塔在IGPO的这张梗图 说自己是最后一个争夺金牌的女人 好当然这言下之意就是在暗讽 林玉婷她的性别争议了 好网友现在就炸锅了 网友怎么看呢 网友就说是不是很怕输啊 因为很怕说万一输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先讲就打预防针啊 可以怪东怪西还怪别人 自己实力不足怪别人 另外有网友就说 怎么会在奥运这种最高殿堂上 讲出这么没有水准的话呢 而且你比赛都还没有比 你现在在讽刺什么 你是在打新战吗 在打认知作战吗 好另外更有网友点出了很关键的议题 其实波兰历史上 也曾经发生过有一位性别争议的选手 怎么还可以这样子霸凌别人呢 好而对于林玉婷的拳击赛事的表现 现在外媒都是给予他蛮高度的评价的 这是美联社一个最新的报道 美联社就分析说 这个林玉婷在四场战的时候 他通常比对手还高还瘦 而他多数的胜利是来自他扎实的技巧 还有精明运用他的一些优势 而不是依赖力量 这是他击败 这一个土耳其的女拳手卡拉曼的方式 好说到卡拉曼呢 他就是在四场赛的时候 就输给了林玉婷 而他就在擂台上头比了这个X 讽刺性别的争议 后来他的IG就被出征了 现在已经关成了私人的IG 好今天还要来看到的是 其他的国际消息 8月9号这一天是新加坡建国 59周年的国庆日 而现在的新加坡总理兼任财长黄勋才 在国庆日前夕发表了 他任内的第一次国庆献词的时候 他就强调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的和平稳定 黄勋才他同时间也表示 面对这样一个不利的大环境 他觉得非常的忧虑 新加坡要在逆境当中求生存 就必须要保有灵活 还有远见以及魄力 同时也必须要推陈初心 开创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好当然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新任的白宫主任 就会决定未来美中台的三方关系 而现在确定的是 在11月份要登场的美国总统大选 现任的副总统贺锦尼 还有川普双方的辩论的日期 终于是敲定了 美国的ABC新闻现在就宣布 即将在美东时间的9月10号 就要举行两个人的首场辩论会 而在这场辩论会上头 双方会直球对决 贺锦尼表示很期待 川普则是举行记者会台下了站帖 说除了原定的这个第一场的辩论会 他说他还想要加码两场 要透过辩论 让贺锦尼自扑其的 美国副总统贺锦尼 与副首华兹琴跑造势 在密西根州 吸引破万人道场 但人群中又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 在演讲过程中 数度叫嚣打断 逼得贺锦尼板起脸回呛 如果你想特朗普赢得赢 的话就说 否则我会讲 一度反悔辩论的川普 终于点头答应 要正面对决贺锦尼 首度辩论时间将在美国时间 9月10号 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登场 对此川普在佛州记者会上 开口呛瞎 马凯特大学法学院民调显示 贺锦尼身世大涨以52%支持率领先川普的48% 经济学人调查也显示有4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 贺锦尼将胜选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也有38%的人认为川普会赢 不过如果川普真的选输 总统拜登对政权能否和平交接表示担忧 副总统候选人也激烈互呛 川普搭档范斯攻击贺锦丽搭档华兹的服役记录 炮轰对方是窃取荣誉的垃圾 声称美国出兵伊拉克时华兹就胆小退役 但范斯也被挖出虽然加入美国陆战队 但从未经历过战斗 双方拟来我往火药未浓 记得李清聪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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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